好,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設A,B,C,D是圓的內階式邊形 那以致這個角是這個角的四倍 那我假設這個角是X 那這個角就是4X 好,那麼他問說,折A選下 角C是不是等於36度 好,那我們算算看 我們知道說圓內階式邊形 那個對角合一定是180 因為這個角的話 是這個弧的圓軸角 這個角是這個弧的圓軸角 這個弧加這個弧的話是360度 圓形角360度除以2就是圓軸角 所以這兩個角加起來的話會等180 好,那我們來算算X 就是說這個加這個是5X 這個等於180度 好,約分 5、3、15 5、6、30 所以X是36度 這角A 4等於36度 那角C的話是4倍 4、6、24 7、2、4、3、12 14 所以角C應該是144度 所以A是錯的 好,那V的話 他說 角V是 144度 那這個不小的不一定 這個是錯的 上看C 角A是等於36度 好,這個也就對了 所以答案是C 好,那D 角D呢 是等於72度 好,這個也不一定 答案是角A 角A等於36度 所以答案應該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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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C 從7,4、5、15